Joe is a genius I would love to hear your investment strategy Gentlemen How about we make some new money The BBC 一夜之间你想成为亿万富翁吗 想当上百万富翁都难 更何况是亿万富翁 这部电影改编自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真人真事 精通数字的金融天才Joe Hunt 连同职业网球手Dean Carney 召集了一群来自哈佛大学的老朋友 联手成立 亿万富翁俱乐部 Millionaire Boys Club 他们设立骗局 筹集资金 瞬间过着灰金如土的上流社会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土豪 但豪景不常在 财富或许真的不是永恒的 哦不对 应该是说钱不是你的 就不是你的 这场有钱人的旅程 在自称是Beverly富豪 Ron Levine的加入之下迅速破灭 这般富豪仿佛一夜间从天堂掉到地狱 他们最终的命运究竟会是如何 归为整整整十年2008年妈妈米亚的续集回来了 女主角Sophie发现自己怀孕之后 她对日常的生活感到非常焦虑 担心自己无法把孩子给照顾好 有一天她就邀请了妈妈的老朋友们 回到名为卡洛凯里的小岛 这些Uncle Auntie就和她分享着她妈妈年轻时的故事 这时Sophie才知道 原来她的妈妈也是孤身一人将她养育成人 Sophie觉得妈妈好伟大 当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电影里大咖云集 这次的女主角在预告片中又唱又跳 散发着青春活力 完美歌声再次的诠释阿爸经典名曲 提起美人鱼 或许你只会联想到迪斯尼的美人鱼公主 不过 每次我闭上眼睛 我看到她在看我 俄罗斯恐怖片《美人鱼死亡之湖》 完全颠覆了美人鱼的形象 邪恶的美人鱼爱上了一个男人 为了得到新头号 美人鱼把这个男人带到水底下的死亡王国 最惊人的是这条美人鱼原来是一名早在几个世纪前 就已经被水淹死的年轻女子 MTV7 许文杰 整理报道